想要调出好喝的咖啡饮品 关键在于善用咖啡的浓淡程度 以及它的本身的风味 跟其他食材搭配时所产生的变化 大家好,我是云华老师 今天要教大家善用不同的咖啡基底 做出各式各样的咖啡饮品 除了一般我们常见的牛奶、燕麦奶之外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发挥巧思 利用水果或是果汁类的饮品 让你的咖啡饮品更好喝、更有趣 一般的咖啡饮品可以分成义式基底 或是美式咖啡的基底 那现在我为各位示范半自动咖啡机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们先取把手 那这里是磨豆机 我们一般会按压两次取得适当的数量的咖啡粉 基本上粉会在大概九分满左右 那好的之后我们就会回到这边 拿着压粉器把表面压平 像这样子 之后我们就可以上把手 上把手请注意要务必的锁牢它 因为咖啡机本身它是一个有气压的机器 那当热水经过压力排出来的时候 如果把手没有转紧的话很容易会喷飞 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的话呢我们就把杯子 取出 按下萃取键 那咖啡萃取好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制作鲜奶 那今天为各位示范的是热拿铁的部分 有一个细节要请各位注意的是 为了让它的奶泡能够顺利的打发 基本上我们会使用比较偏冰凉的牛奶 基本上呢鲜奶加热的温度不会到沸腾 大概到80度左右 80度呢能够产生最适当的奶泡 而高于80度呢很容易让牛奶因为高温而变质 然后产生异味 这也是我们在做拿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那好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上面有一些 比较偏雾面的干燥的泡泡 那我们会先整理一下 牛奶加热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热牛奶加进杯中 然后再把义式浓缩咖啡倒进去 这样就完成一杯可口又温暖的拿铁哦 好的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款以义式咖啡基底的饮料 那它叫做西西里咖啡 主要呢是义式浓缩咖啡加上柠檬汁来达成的 那首先一样我们先取八手 取适量的咖啡粉 做甜压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是做冷饮的西西里咖啡 所以我们这一次需要的义式咖啡的量是比较多的 我取五十克 在等待咖啡萃取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先装冰块 同样的我们的冰块会大概装到八分满 那我们萃取完毕之后呢我先来介绍西西里咖啡的主要材料 首先呢是蜂蜜 30cc 柠檬萃取液 30cc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最后要加入的气泡水 那在这里呢各位应该有看到柠檬的切片跟莱姆的切片 那这里要告诉各位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其实呢西西里它是从意大利的西西里这个地区流传下来的 因为当地生产黄的柠檬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食材当做一个饮料的增添风味的一个成分 那没想到呢推出后大受欢迎 那现在变成其实在全世界大都是很受欢迎的咖啡饮品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后续的制作的程序 首先呢一样我们先把冰块装八分满 接下来我们加入蜂蜜 先加入蜂蜜的用意呢是因为蜂蜜它的成分是比较浓稠的 那我等一下呢希望借由易式咖啡的热来帮助它融化 那接着我们加入刚才萃取过的50cc的espresso 那再来我们加入气泡水到八分满 那最后呢就加入我们的柠檬浓缩液 当然啦如果你想要凸显这个饮品的特色呢 我们可以在最后用一片莱姆来作为装饰 这样一杯充满果香又消熟的咖啡饮品就完成咯 接着呢我们来吃饭一款以美式黑咖啡为基底的咖啡饮品 那它叫做欧雷咖啡 那欧雷咖啡呢基本上它是由法语的咖啡偶类翻译过来的 那在法文里面呢咖啡就是咖啡的意思 那Late指的是牛奶 那顾名思义这项产品呢就主要的成分就是黑咖啡跟牛奶 那算是很容易制作然后又很受欢迎的饮品 首先呢咖啡跟牛奶是1比1的一个量 那一样我们先把冰块装8分满 那我会先倒入牛奶 那接着呢我们把黑咖啡倒进去 就这样子一杯简单又可口的咖啡饮品就完成咯 大家学完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对咖啡相关饮品资助的概念有基础认识了呢 其实咖啡在台湾的接受程度非常的高 那各位如果以手摇引来做创业的选项的话 只要在里面加入一点点巧思 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或者是寒冷的冬天 都可以让自己的手摇引变成特色的商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